大家年初愉快乐 2022年2月2日 星期三晚6点33分 应该下午2点钟跟你讲很多调意 这个维冲广场 除了拜年健身职业外 我最喜欢自己坐车到周围看店铺 录完这宗6点33分之后 跟我老婆家人吃饭 我有个很幸运的台母 她的老婆要回去吃饭链饭 买些漂亮的给她吃饭 这里讲的是成交 里面有一间店铺成交了1300 什么款式呢 一直没有时间过来看 它是冲冲冲场里面的A62号店铺 带你过来看看 另一边看看吧 容许事举开心一下 计算一下目标1000间店铺 现在101间店铺占底 每年买30间 每年增长10个月 专注做专注做专注做 百里滩现在47岁 到时62岁上岸 努力 你们知道这个葵中广场 不用说了 我经常都知道 那边就是港铁站 葵坊 转过来就是新都会广场 这边我拍摄在那边 进去 前段时间里面有一间维特建宁 说买了一间店铺 说是2000多万 等我们作为成交比较忙 先看这间店铺 先讲维特建宁的那间成交铺 比较就是商场的入口位 那边港铁站 一进来转左 走过来就是维特建宁的那间铺 向前给大家看 就是这个一进来很漂亮的位置 它用2523万买入 就在这里夸出的位置 这个Gopro Mask 和蓝色门面那里 它说是建筑名积760呎 实用360呎 成交了2.8万 就唯特建宁他们去买入 那就是说是回报的时候 就说是租金8万4千元 回报死你了 很厉害啊 那时候明报的时候 都报道过了 就说是2021年8月20日那天的事 那这次带你看的报 就不是这个成交比较 就是凡事有比较 就说是A62报 再看看 谢谢 这个就是葵冲广场 因为另一边的入口 你知道做事 You can do what you love 留 what you do 没办法啊 连作业也带你看一下铺 有多喜欢我 就后面黄针针这个位置的时候 就A62的铺就成交了 是千三万 另一边给你看真点 这个是商场另一边的入口 但这个就不是主要入口 这个就不是对着广泰宅那边 就向这个 就是什么啫喱乐园的位置 就是A62号铺 但是你能看到的 是这一间黄针夹扣机 黄针夹扣机 再看看里面的款式 先让你转个圈 看看款式的环境 就是这间铺铛 好 看着这个啫喱乐园 门阔 大概是10呎 转一点 深度大概30呎 才说建筑面积 就是570呎 实用的时候 因为少少剪了一个角落的时候 一半 通常实用都是一半的商场 你当它是大概290呎 大概10呎 成30呎 290呎 读一些电视频 你先听 就是这个葵冲安场 这个地下的A62号铺 就说建筑面积就570呎 这个是夹公仔机 这个是啫喱乐园 就说处责成交 1300 坚的 这个葵冲安场 你知道楼宁是31年了 就说原本业主 07年的时候 就480万元进来 叫做ground floor 这个位置 如果你用参物预价 如果是处2.5厘去计算的话 大概租这儿就27万元 这些位置一定可以 OK的 因为一般葵冲安场的时候 租值起码有4-5厘回报 接近4厘回报才是人买的 这个租值有铸在手 但这间店好租 起码都要赶3-4万元 没问题的 上一段的成价比较 就跟你说了 就是维特建宁那里 就不多说了 唯一葵冲安场 你知道这一头 转过去给你看 就是1990年左右落成 就说是南风的时候卖出来的 后来就剷了开招 原本由600多个小店的时候 楼高4层 转到不知道800个 还是1000个 现在就说是1000多个 总之20多年来的时候 不断地剷了开招 由大家剷做7家 又剷做6家 一个好像对面这儿 61号铺 就剷做A铺 B铺 C铺 D铺 越剷越多 这间62号铺的时候 这次又不知道剷了多少间 这样你就明白了 所以现在已经是1,000多间了 葵冲安场就非常黄 王你好 我最后就在这个位置 总之王按按这些 一般商场呢 我都... 就是为何呢 通常比较走下坡一些呢 区中官场有点赞 有点蚀的 都一样 你要小心 但是人流是多 但是越久 通常商场 一般上散了就越来越久了 所以我也不敢给得太高分 这些通常一般 都三四厘的回报 都黏着四厘的啦 但是就这样过啦 我觉得这个就... 1300万OK的 我觉得1300万 你怎么可以 5分之6 10分之比1分 变朗都... 我觉得都... 5.5分啦 都值得收一下租 长远升值我不敢说太多 不过就虽然一个地方 门面有货,10只30车 5分位的,10分出名,1分片 都5分,都应该要恭喜买家 好了,不过商场仔的时候就一般是这样 越来越够,越来越够 有时赚定蝕的时候,有些商场 你知道链铛30年都可能会分钟蝕本离场 街埔就很少链铛30年蝕本离场 所以就大数法 总之你投资的时候要小心商场 好,去买家,大家新年快乐 好年快乐,鼓鼓生威啦! 好,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